好 這就是聯力的PCA51 首先我們一看它的正面 最上方有4個USB 3.0以及HD Audio插口 再來這個是指示燈 中間有一個5.25吋的安裝空間 下方是電位開關鍵 以及最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有聯力的LOGO 以及機殼的側邊我們看到側板以及整體的機身都是髮絲紋的設計 再來靠近前面面板的部分還有散熱孔 好 現在我們看到機殼的正後方有一個預設12公分的風扇 以及上方有兩個水冷口 再來是主機板I.O的位置 下方有7個擴充槽 以及後方也有散熱孔設計 那我們沒有看到有這個電源供應器的位置 因為這款機殼電源供應器是中在前方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它內部的電源供應器的延長線 那等一下我們打開內部之後再秀給大家看吧 再來機殼的另外一個側邊 我們看到也是金屬髮絲紋 以及它的後進前面面板也有散熱孔 機殼的正上方我們看到一個可拆式的面板 上面有個拉霸打開了之後 我們看到裡面有一個濾網 然後我們看到機殼的正上方可以裝兩個12公分的風扇 或是兩個14公分的風扇 或者是24公分或是28公分的水冷排喔 緊接著第一殼的底部我看到兩個可拆式的濾網 這個部分是機殼的前方就是電源供應器的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可以裝一個12公分風扇或是一個14公分的風扇喔 而濾網都是可拆式的喔 現在我把側板打開了之後看到機殼內部的空間配置 最上面是5.25吋的安裝空間它是個免螺絲的安裝 緊接著下面有5個硬碟安裝架 而同時支援3.5吋一疊還有2.5吋一疊喔 而每一個硬碟安裝架的後方另外一個側板都有兩個螺絲固定 把螺絲拿掉了之後就可以可拆了 如果你只是想使用SSD的話 把全部的硬碟安裝架都拿掉之後 在底部可以直接安裝3個SSD喔 再來電源供應器剛才有提到了 它是安裝在機殼的前方 最常可以裝16公分的電源供應器喔 我們看到這邊有三個孔位 再來側板的整線空間有3公分的深度喔 主機板支援Micro ATX還有ATX大小的主機板 在CPU Cooler的方面它支援17.5公分最高的CPU Cooler 在顯示卡方面如果你的一疊安裝架沒有拆掉的話 可以裝28公分長的顯示卡 拆掉了之後最常可以裝40公分長的顯示卡喔 剛才我在底部有提到下面這邊可以裝12公分或14公分的風扇 來增加顯示卡的散熱喔 現在我們打開側板的另外一側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整線的空間其實滿充足的 這個是一疊安裝架的螺絲 最下面這一條是電源供應器的延長線 好的 現在我們用聯力PCA5一定有機殼的雷竹懷的電腦囉 那當時發現剛剛從銀色變黑色的啦 是那我們今天用黑色來安裝 這款NECA總共有4種不同的配色還有款式喔 它總共有銀色沒有開窗 然後還有這種黑色的有開窗跟沒有開窗 另外一種是黑紅配色的喔 它是有開窗的款式 好的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所用的電腦配備吧 把它打開 好的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主機板是ASUS華碩的Rampage 4 Fumilla 以及系統記憶體是G-Skilled喔 CPU Cooler是SweepTac一體式的CPU Cooler 好的 顯示卡是ASUS華碩的海神GTX780 然後是懸崗科技的PSU 在系統這個儲存設備 我們今天所使用正面安裝了三個WD的3.5吋硬碟 那我們把一個其中最下面這個硬碟安裝架拿起來之後 在背面裝了一個Corsair海盜船的2.5吋NCD喔 好啦 在整個機殼的散熱設計方面 它原廠的設計是後方進氣 然後前方來排氣 所以是一個蠻特別的設計 那我們今天把全部的風扇都改用了火鳥科技的紅色AMD風扇喔 所以看起來非常酷呢 然後我下方加裝了一個風扇 然後搭配上方CPU Cooler的水冷排的風扇 下方進氣 然後上方排氣 加強整體的機殼裡面的散熱效果 這款聯力PCA51電腦機殼雖然它的體積沒有很大 但是我們看到它內部的擴充性能我覺得蠻好的 我們裝了高階的顯示卡以及多款的散熱設備在裡面 還可以裝到28公分的水冷排在上面喔 它的整體的造型是簡約設計風啦 如果是一般上班的辦公室使用或是到便機電腦使用 我覺得都蠻OK的喔 好啦 這裡以上介紹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多個分享以及在下方留言 我們影片下方連結在我們的Facebook ProPlus和推入網站喔 記得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凱文 下次再見啦 掰掰